说到特色 总是避不开战斗力这个话题 奥特曼作为一部角色丰富 设定严谨的作品 其中带涉过不少的战力行八字 有最强的文官 有最强的缝合怪 还有最强的形态 总之这样的玩意儿 你两只手也手不过来 而在平成奥特曼时期 也有一只被官方称之为最强的怪兽 此时候这是本期视频的主题 欧布猛死亡 说起它 首先还得提提巨场版 超时空大局战争的设定 剧中曾出现过一个 名为红球的究极机器 经过自我介绍得知 它诞生于一个异词员人类的手中 可以把所有心中描绘的事情 变成现实 但没有那些世俗愿望的人 终究是少数 在人类泰滥地许下了 一个又一个的愿望后 他们就被这些手漏 又沉重的愿望毁灭一线 走到了物质文明的尽头 红球石口旅行的下一站 又是个全新的敌因世界 在这里 有整天沉迷皮套人打架 考试只考35分的学渣 也有在学校横行霸道 教同学做人的小可爱 一个因为中二 召唤了盖亚过来给自己原谋 另一个因为刺激 召唤了怪兽过来给盖亚做CP 虽然正义永远不会学习 但人类的愿望 也如同红球所述那般无穷无尽 小可爱带着另外两个同伴 用橡皮尼捏出了自己心中的怪兽 并向红球许愿 让他超越所有个体 成为能打败盖亚奥特曼的最强怪兽 欧布猛斯王因此诞生 最小合体兽 欧布猛斯王 又名马斯王 身高83米 体胜8万两三吨 初登场于盖亚奥特曼巨场版 超时空大局战中 有很多小伙伴会疑惑 为什么他叫欧布猛斯王 名字中的欧布 和我们熟知的卡牌大师 又有什么联系 其实和他的名字有很大关系 欧布猛斯王的英文名 为King of Mouse King是王的意思 因此厕所战身加古拉 可以猛斯王与其他死亡 俗生王炸联组 Month取自怪兽Month的意思 这前半部分 那么显而易见 欧布就是中间off的音译 欧布猛斯王有死的来 以下内容为了方便介绍 会直接将欧布猛斯王 解释为猛斯王 之所以猛斯王名为合体兽 是因为在用橡皮泥搓大的时候 融入了另外两只怪兽的特殊部位 其一是代表猛斯王 碎红色腹部的巨大恶骸兽 斯修拉 其二是代表猛斯王 金色侯罗叶的古异潮兽 巴吉利斯 既然你搞融合 那就该庆幸没话在清晨台 不然画风毕竟会是这样 宇宙破灭 红球之力 猛斯王 斯修拉 巴吉利斯 在这三只怪兽中 穿着还出现了亚伯人 才能知道的超兽 也就是巴吉利斯 为什么平成作品中 会出现超兽 最终已经给出了答案 在平行世界的奥特曼 只是电视中登上的角色 我梦途径的玩具店中 有所有招好奥特曼的玩具 小朋友们知道超兽的存在 也就不足为奇了 后期人类毁灭世界的降烈欲望 与黄球的无限增值作出反应 猛斯王才分化去了 巴吉利斯和斯修拉 即便三是有分离行动 猛斯王身体上的特征 也不会消失 并且还能持续使用 与之相关的能力 恶状腹部 凝质值极高的防御力 割到了盖亚的消耗技能 以及全脚组额打击 但要是对手 以自己过于接近 猛斯王就会伸展 腹部的尖刺状鲨鱼牙 作为极限竞争战使用的武器 与双臂的强大怪力配合后 盖亚奥特曼 几乎没有可以征服的余地 金色谷翼 则助理猛斯王 在空中以7马克的速度进行飞行 并像巴吉利斯一样重去敌人 防御时可以伸展翅膀 产生橙色的能量补盾 即使是盖亚的招牌技能 拜年光线 也能轻松抵挡 猛斯王的招牌必杀技能 名为格雷梅特光束 是从嘴中吐出的橙色能量光线 从最初登场就一直平凡使用 光束所到之处 无一不是火花四起 爆炸连连 连坠机记录 无限激进灵的团众望梦 也难逃经费战机 被格雷梅特光束 扬成碎渣的命运 剧场版的后半展中 红球因为孩子们的希望 将迪加奥特曼 与戴拿奥特曼召唤至此 之前一期戴拿变连询的视频中 阿泽曾说过 此书的戴拿 是飞鸟变身的本尊戴拿 迪加也是大谷变身的迪加 这点设定 出此官方小说 超时空的冒险中 不过平成三节同了框 又没完全同框 没有逼王 这平成多少有些不完整 海陆空对战海陆空 一扎追击死修拉 对应了TV大结局 对战加奥特曼变的海战 带拿追击巴基里斯 则对应了自己 最终局战的场地 宇宙 海底这边 老人家只能把阿古如 进去跨幅带打 从腹部奋离的死修拉 直至四足爬行性怪兽 进入海域后 这会灵活运用地形优势 灵活行动 陆地移动速度 和空中型提加一样 是两马赫 水中就会提升至三马赫以上 死修拉的标志型武器 这长度接近60米的深渊巨口 可以说身体的一半都是嘴巴 用巨大的下额来撕掉对手 这是他最擅长的攻击方式 而在提加快手梯气神功振夺 迅速蓄力在贝雷奥光线 才得以消灭死修拉 羽兽那边 无翼超兽巴基里斯 是一只二族不形形超兽 外形上 有许多类似昆虫的特征 比如他的武器 就是两只巨大的手技前线 极强力的格斗配置 配合断头杀法的猛男攻击 连戴拿都不能完全招架 虽然如此 空中战才是巴基里斯 最擅长的部分 飞行技能点满的他 在宇宙变成出 史马赫以上的超高速 其诡异的走位俱敲 加上口中 屠出了巴尔巴里球连射 让戴拿奥特曼锁手无击 好在最后戴拿 留用一手去场版限定版 射出一些次光线 巴基里斯才被尘速消灭 诸子周知 盖亚是地首诞生的奥特曼 所以和其他角色不同 盖亚的红灯 不代表实现将至 而是代表体力耗尽 因此就算另外两个摔载 没给自己诞生天堡 盖亚还是能靠 战神仙天的Bug伤害 速战速绝 猛斯王也因为小弟战败 失去了最后的尊严 遭到盖亚SV光子流线 一级毙命 本来由于欲望 面目逐渐震惊的红灯 最后因为人类的愿望 变成了清澈透明的蓝色 猛斯王和他一起 召唤在平行宇宙中 比起新生代反复变色的无敌王 我觉得他更适合 成为代表三杰的怪兽 希望有朝一日 猿目还能挖出这种体调 让猛斯王再度尊敞吧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喜欢的朋友 不要忘记点赞关注支持 我是阿泽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